New Gundam 由我基礎設計 Gundam 出發 Hello 大家好 又是玩具開箱的時間 今天就不賣關子了 直接放在桌上 早兩天前到手的Metal Build High New Gundam 大家看看我身後的櫃 都知道我一定是高達的粉絲 這隻High New Gundam 基本上我都等了很久 之前Bandai出來出去都是Gundam SEAT Double O 基本上都出得很悶 今次終於出發了一隻 我們這班老粉絲喜歡的機體 以及找了他的原設計師 冤語先生親自監修 更加令我期待這隻玩具出現 High New Gundam 原出於 在小說中 《馬沙之反擊》中 阿寶的專用機體 而在書中 《馬沙》是持有野鞍的 說起野鞍 令我想起電影中的沙薩比 在今天出貨那天 同一個時間 日本公佈了 年尾12月會出解體象機的沙薩比 價錢還要18萬多日圓 聽清楚是18萬多日圓 這次真的很嚴重 現在不說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跟大家開箱 先說回正題 今天介紹的High New Gundam Metal Build 我們先看看盒子 我自己覺得就是普普通通一個 中規中矩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現在盡快開箱 跟大家看看裡面的High New Gundam 今次造成怎樣 好了 我馬上跟大家砌好這隻 初步看到全席都是有上色的 大家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都很容易刮花一些油 而且它的關節是很實的 以我玩過這麼多一隻Metal Build 這隻應該是最實的一隻 大家咬的時候 真的要小心一點 因為怕大家太快 某些位置的時候 一扭 我怕會扭斷 或者刮花其他油 但是 因為它這麼實 終於讓我看到一隻 我看過Metal Robot 1 砌過模型 基本上沒有一隻High New Gundam 是可以不用用 支架 是撐著 而可以站在那裡 這隻 終於都做到了 還有 是我喜歡的比較 紫色 因為其實很多 High New Gundam 我見過 比如Metal Robot 1 那隻是藍色的 這隻是我喜歡的紫色 如果大家細心留意 一會兒再拍一些coast 給大家看 那些浮油炮 或者紫色的位置 的漸變 都是做得比較自然的 不是太粗 所以我覺得這隻 在票面看 都會收貨 除了大家 說了很久 究竟這個盾 還有一個 完全沒有特別裝飾 的地台 至少這隻 站得穩 我覺得 暫時 如果你不裝浮油炮 就可以不用 武器配件方面 就包括了 槍 炮 盾 以及兩支可以 選擇長短的 輔助推進器 而另外 就是 六支 噴得好 High New Gundam 主武器之一 的飛翔炮 那我們就順便試 它的可動 首先 頭部 其實幅度不高 兩邊 大家玩的時候 因為它上色 都要玩得比較小心 否則 基本上 都很容易 High 另外 這次 我也挺喜歡 它的關節 其實這次做得很實 我覺得比較鬆一點 就是 手臂這個位 就是三薄十度旋轉 至於這些位 其實 如果你看到我們現在這樣玩 其實都要很小心玩 因為真的很實 可以做到相近的角度 這隻手一樣 可以看一下 兩隻手一起 用力一點 就可以拔掉 其實可以摺的幅度也挺高 裙板 都基本上可以 結到盡 兩邊 就幅度少一點 左右的話 後面的裙板 基本上都可以開到盡 好 接著就是腳 這個腳 這個位 這個大腿位 其實這個 大腿位很實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問題 拔起它 都要相當大的氣力 才可以拔得到 腳 最多提到都是這樣 膝頭 要拔著它 才可以拔得出來 這裏有個連動 其實做得很好 現在Bandai 這件事 就不會很少 失準 連動之後 可以摺完 向後踢 向後擺的幅度 可能真的因為太實了 所以我去到這裏 我已經不夠膽 再大力地拔它 後面這個 這個就有一點點失望 不是踢得很後 就是 不知道大家師兄 如果玩你自己的那隻 會不會踢得比我更後 你們大家都要試一下 因為我這隻就真的很緊 我不是很夠膽 太大力去拔它 好了 基本上這些腳的左右 幅度不高 只是基本夠用 最後 其實剛才差點忘記了 要試一下腰 兩邊 扭 這裏都差不多 扭到盡了 扭到盡了 後面 後面這裏 其實我覺得 以高達玩具來說 算是扭得多了 算是可以摺得比較 彎腰的幅度很高 手這個位置其實都是 現在MG模型 或者很多玩具 他們都做這個蝴蝶關節 它都做得到的 這裏有少許可以拉開的感 那隻手就可以放高些 所以那個幅度 其實以METAL錶來說 我自己覺得都可以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會裝浮油炮 大家記得 有標誌這邊 就是外面的 這邊是短的 裏面是長的 怎麼知道外面和裏面呢 其實你裝了背包之後 這個就是向外面 就是我們平常見到 但是這個位置 拍上去的時候 就很有技巧的 其實有一點點都硬要來的 我現在儘管嘗試 看看能不能放進去 因為剛才我也試過很多次 是很難很難才放 那你見我 其實我弄了很久了 才能放到這一條 現在嘗試看看能不能 這一條 大家看到 是最容易進去的 另外在網上 有些師兄 教用風筒 去吹軟浮油炮 那個膠 然後再拍進去 就會比較容易 大家也可以不妨一試 可能真的簡單很多 HILIO GUNDAM 最初只是出淵雨先生 他製的一張黑白本身 側面的插頭 沒有腳 也沒有飛翔炮 可能這次是他自己 親自監修 所以在Metal Build板裡面 就忠實重現 他那個波波點的 迷彩盾 以及有肩膊帶的光束部長 可不可以 作曲 我們要的 有些人 我會有些人 都是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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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們有些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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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集开箱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下次再见 拜拜